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会给大家分享的是,身体健康年轻的表现,中了六条以上,说明根本就没有老,年龄像是一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,不停地有人说,你已经多少多少岁了,这件事就不适合你干了。 但我更喜欢一句话,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做你喜欢做的事,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,深以为然,只要有想做的事,无论在什么年纪,什么阶段,都不算晚。 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副年轻的身体,年轻的身体不是脚好的容貌,硕大的身材,而是强健的身板,蓬勃的精神。 以下的生活习惯,如果你做到了六条以上,说明你的身体比同龄人年轻很多哦。 1.睡得好 莎士比亚说,舒服的睡眠才是自然给予人的温柔的,令人想念的看护。 睡个好觉,是自然给予人最好的滋养,也是对抗苦恼的最佳秘方。 一个有时间睡觉的人,身体才会健康,才能开怀享受食物。 一个能睡好觉的人,凡事想得开,心中没有凡事萦绕,身累了睡觉,心累了傻笑,能睡好觉的人最有福气。 2.由一颗童心 孟子说,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,童心无关乎年龄大小,更多象征着一种充满活力的生命境界。 若戴着灰色眼镜看世界,生活索然无畏,双目无神,死气沉沉。 拥有一颗童心,天性乐观,积极,即使闭上了眼睛,也能想象出一片浪漫春光。 回归纯真,对世界保持热爱和好奇,思维神采飞扬,怎能不洋溢着青春的活力。 3.喜欢交朋友 有个比喻很贴切,朋友是快乐鸟,在生活中朋友带给我们欢声笑语,就像生命中的一缕阳光,温暖着时光。 有项研究显示,拥有广泛社交网络的人,长寿的几率比朋友较少的高出50%,长期不与人交往,对身体的损害相当于吸烟。 4.与朋友分享愉悦,能让快乐加倍,分担困苦,能使忧愁减半。 在朋友那里,我们获得支持,共同保持健康生活习惯,喜欢交朋友,能使身体变年轻。 4.懂得放下 其实,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容器,当烦恼装得多了,快乐就变少了,欲望装得多了,满足就变少了。 该放下时,要放下,忘却一些不愉快的事,不值得的人,苦非苦,乐非乐,一时的执念而已。 人生苦短,要学会做加减法,卸下你的泪,让往事清零,让心这块甜永远快乐,学会释怀,才能装得下新的幸福,心无重担,自然面容年轻。 5.有一门运动爱好 运动不仅可以保持身体健康,还能提高记忆力,有效预防疾病,拥有自己喜爱且持续坚持的一项运动,比如散步,爬山,跳舞等等,才能保持健康的踢破。 最好的例子就是钟南山,即便已经83岁了,思维活跃度也不比年轻人差。 抗议奋战几个月,精神依然饱满,说话也始终逻辑清晰,坑腔有力。 想想那些人至中年突出的小腹,松软的坠肉,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么体现出来了。 运动是最天然的保养秘籍,也是锻造身材的最佳方式。 不认为自己老,古语讲,人不思老,老将不至。 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,第一根白发开始,而是从心态变老那一刻开始。 一项研究也显示,长寿的人往往自我感觉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,青春不是年华,而是一种心境。 热爱生活,享受人生,便永远不会有老的一天。 每天都比昨天活得更精彩一点,自然也就快乐得多,有趣得多,活力得多。 7.早睡早起 喝再多的药生茶,了解再多养生知识,都抵不上认真遵守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要往孙思苗说,早起,有千金庙方,长寿金丹也。 早睡早起就占据了人体健康70%,而心态、饮食及时的调理才各占10%,可见其重要性。 因此,最简单最好的养生就是早睡早起,当一个人的生物中和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相吻合,才能达到生命的最佳状态,提升幸福感。 8.喜欢笑 很认同一句话,笑是最好的药,生活不会因为一群怒吼而有所不同,却会因为一个微笑变得格外美丽。 笑一笑十年少,有研究显示,每一次的笑都会让你肌肉抖动,呼吸加快,脉搏跳动也加快,就好比身体在做轻度运动。 笑有益于身心健康,越活越年轻。 9.会花钱 年轻的时候身体旺盛,不容易生病,于是赚一分钱就花一分钱。 随着年龄增大,身体机能不比从前,难免时不时有些病痛。 若意外患病,需要奔走于医院,令人糟心之余,也给家人儿女带来经济上的困扰。 若有一定的存款,要懂得买好相应的保险,给生活留一份安全感。 因此,要有存款意识,留一条经济的后路,在生活的不测出现时,也能多上几分从容。 10.定期丢东西 要想生活过得简单,是从收拾房间开始的。 整理出用不上的物品定期丢掉,小到一个零件一张面膜,大到一件厨房用品一个家具。 多余的物品会给人徒增烦恼,多余的社交,多余的朋友亦是如此。 学会断舍离,心情也会跟着清爽起来。 一个舒适的家保证过简单清爽的生活,清空杂念,反谱归真,人生需要山凡就简。 11.不轻易动气 有关情绪对身体的影响,《皇帝内经》中早有记载,怒伤肝,喜伤心,撕伤脾,忧伤肺,恐伤肾。 平和的情绪胜过治病的药石。 俗话说,病由新生,相由新生,身体上的病,脸上的岁月留下的残酷痕迹,都是情绪打了败仗。 养生远远不如养心,养好心就是养好你的容貌,就是养好你的健康身体。 12.不过分依赖子女 父母爱子女是天性,但是再爱子女,也不要成为子女生活的主宰。 曾广协文里讲,儿孙自有儿孙福,莫为儿孙做马牛。 儿孙自有儿孙的路要走,他们是好是坏,全看他们自己。 不要为儿孙操心太多,事事代劳包办,可以适当给儿女提一些建议。 但如果管得太多,也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矛盾。 不妨放开双手,相信儿女们会处理好他们的生活,然后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自己身上,培养几个进去爱好,活出自己的精彩。 自己过得好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。 健康长寿的四种好习惯。 长期坚持下去,你的身体也不会差。 第一,每天早上一碗粥。 早晨起床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,但是不容易吸收水分。 那可以喝一碗稀粥,不仅能够补水还能养胃。 比如说玉米粥,小米粥等对身体非常有益,不仅能促进吸收,还能补充很多营养。 每天早上喝一碗粥能够起到养生的作用,也是一种很好的饮食习惯。 第二,每天坚持揉腹部。 揉腹部能治疗消化系统的疾病,通过按摩促进血液流通,唤醒身体活力。 而且,腹部的脂肪堆积最多,经常揉搓,能给身体带出热量,提供充足的能量。 如果每天能坚持,在小腹按摩20分钟左右,等到腰部发热的时候就可以停止。 这样能够养生和养生也是一个不错的养生习惯。 第三,用手梳头摆病消。 头部的血液循环也是很重要的。 如果是不经常的刺激头部,血管循环不流畅,那么就会造成疾病的发生。 可以每天用手交叉来按摩头部。 顺着头皮的法际线,按摩头皮。 坚持下来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 不仅能增加头皮层的活力,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。 长期坚持这个习惯,对老人来说有其见效。 所以说,用手梳头也是一个好的习惯。 第四,睡觉前泡脚。 怎样在泡脚的时候达到最好的效果,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。 在泡脚时加上爱叶,效果就会翻倍。 因为爱叶有趋湿趋寒的作用,能补充氧气,具有回氧里气的功效。 每天晚上可以用爱叶泡脚,对身体是十分有益的。 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,还能增加身体的活力。 长期坚持下去就可以让人长寿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lel ccm tahun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